好 来 我们就让我们看 这个题 这个题有一定难度啊 这个题真有一定难度 我们还是拿给大家来看一看 说Bnxy满足这样的一个什么 二元一次不等是组 然后要求这个地方点P2x-y 然后x加y表示去的面积是多少 注意啊 这个地方不是简单的求点Pxy的面积 而是什么 2x-y然后x加y的一个对应面积 那么这方怎么做呢 这方怎么做 怎么办 就这个和我们刚才的题目还是不太一样的吧 刚才的题目的话 给了你这一个区域以后 直接要求的就是什么 这个里面对应的点xy的面积 那么这个地方只不过这个点的坐标 不是简单的xy 但是它虽然不是简单的xy 但它还是和我们的xy会有一定的关系 对吧 那么这方怎么办呢 OK 那我们这方用一个非常强大的方法 叫做换圆 它等于m 它等于n 可以吧 那么换圆以后 这个点坐标会变成mn 对不对 好 你们先想一个问题 就是 如果我们要求这方点mn 所对应的区域的面积 那么相应的 你是不是要得到点mn 就是这个点的横重坐标 所满足的不能是 想想 你要求这个点对应的区域的面积的话 你需要知道是这个点横重坐标所满足的不能是 但是现在我们这张题目给的条件是xy满足的不能是 对吧 还没有直接给你mn的不能是 那么你能否根据xy的不能是求出mn的不能是 这么巧 你能够得到的是xy之间什么 xy和mn之间这样一个关系是吧 就是我们可能现在是2x-y等于m 然后x加y等于n 你看上去是拿xy表示m xy表示n 但是其实你通过一个简单的反解 就会得到这个地方mn表示x mn表示y 那么这方怎么反解 就非常的简单了 你把xy当作未知数 mn当作已知的 对吧 两个一加 你会发现y和y没了 x等于三分之m加n 它double一下 double一下 double一下 对吧 然后它减它会得什么 y等于三分之2n 减m 对吧 就是你把这方的xy都用mn表示完了以后 再把这方xy往这上面带路 那么那个不等时间会变成我们和mn相关的 对吧 比如说第一个会变成什么 第一个会变成一个三分之m加n 我们写这里吧 第一个会变成三分之m加n 减2乘以什么 2乘以三分之2n-m 然后加1 小1点0 对吧 第二个呢会变成什么呢 2乘以三分之m加n 减三分之2n-m 带2点0 第三个呢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三分之m加n 小1点1 是不是这样的 对吧 然后你再把这个地方去做一个简单的化解 就是通分一下 对吧 第一个会得到什么 第一个会得到我们这方是m加n 减2倍的rn-m 然后再加3 小1点0 这个呢会得到什么 会得到2m加上2n 然后减去什么 2n 然后减m 然后带1点0 这方会得到什么呢 会得到m加n 小1点3 对吧 那么上面会继续化解 就是m加n-4n 加上2m 加3 小1点0 对吧 合并就是3m-3n 加3 小1点0 m-n 加1 小1点0 对吧 这个是m加1 小1点3 那么这个呢 是什么 是2m加上2n 减2n 加m 带0 又掉 会得到什么 m带0 对吧 所以你就会把这方的不等式呢 变成我们重新书写完以后的这三个 就是m-n 加1 小1点0 m大1点0 对吧 m加n 小1点3 那么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和我们刚才那的题目是完全一样的 你就建一个我们的m轴 和一个n轴 然后呢 把这个地方的 区域给画出来 然后这方mn这个点 在那个区域里面运动 那么就会遭到什么 面积 对吧 所以这地方是一个这样简单 当然也不是很简单 这个换圆 OK 就把它换一种资格量的题 好 你们可以自己算个答案 就是编证以后算答案就很简单了 对吧 好 我们看这个 这个呢 是说如果不等式组 表示平均区域 这个我们刚才前面是见过的 对吧 它被这个值线Y等于Kx加3分之4呢 分为面积相等的两部分 问K的值是多少 那么这个不等式组的区域 我们刚才前面已经画过了 对吧 是什么 是这样的 画得有点夸张 这方是1 将就一下 这方是什么 是04 OK 这地方呢 是什么 是0三分之4 对吧 区域在这 OK 那么如果说这个区域呢 被直线Y等于Kx加3分之4 分成了面积相等的两部分 这样 分成了面积相等两部分 那么分成面积相等两部分以后 要求这方K的值这么巧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就是 你就想 这个直线怎么去划分这个区域 会分成两部分 面积相等两部分呢 OK 来我们来看一下 就这种题目 对大家现在说可能会有一定难度 但是大家是可以来常识一下 很多时候我们看待这个地方 Y等于Kx加3分之4 如果这个直线只有一个参数 注意啊 如果这个直线只有一个参数的话 那么基本上这个直线 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过定点 所以 基本上这个直线大多情况下都会过定点 对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Y等于Kx加3分之4呢 它的定点非常好求 就过0三分之4 注意啊 你把这个地方X等于0往里面带 无论你的K等于多少 因为你K乘以0就永远都是0 对不对 无论你这方K等于多少 这个Y一定是三分之4 所以这个直线一定会过0三分之4 对吧 那么这个直线一定过0三分之4的话 0三分之4在哪 0三分之4在这 0三分之4在这 它一定会过这个点 那么你要实现把这个面积分成 相等两部分的话 那么比如说是这样的情况 对吧 那么这方会有什么 会有个焦点 假如说是A OK 那么你们觉得这方点A 是一个什么状况 点A是个什么状况 这一部分面积 和这一部分面积 是相等的 对吧 就是你如果拿0三分之4当顶点 那么它到这个距离 是完全一样 对吧 那么所以这两部分面积 它的高是一样的 如果要 这两个三小型的高是一样的 如果要实现这个面积相等的话 那么只需要保证什么 保证这个底边是一样的 高是一样的 你是不是只需要保证这个底边是一样的 那么保证底边是一样的话 那么只需要我们这个地方的A点 是什么 是这个点1和这个点04的终点 主要保证我们这方点A是1和04的终点 那么1和04的终点 就非常简单了 就是终点公式 2分之1 2分之5 对吧 2分之1 2分之5 那么这方是2分之1 2分之5以后 那么要求k的值数就很简单了 你把这一方的k呢 把这个2分之1 2分之5呢 往这个值眼里面带 就是2分之5 等于2分之1乘一个k 然后加3分之4 移过去就什么 就是2分之5减3分之4 然后等于2分之k 这个怎么样 这个通分下就是6分之10 减6分之什么 6分之10减6分之8 对吧 也就是什么呢 也就是 哎 有没有算错了 呃 041对吧 2分之1加2分之1分之5 没有问题啊 啊不 6分之不是6分之10 6分之15 2了 6分之15减6分之8 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6分之7 对吧 6分之7等于2分之k 所以呢 k等于3分之7 所以单的 单选 好 这是一个简单的 这个直线相关的问题 好的 那么我们这些题目呢 都是关于我们这个 二元一丝不等式组 这个表示区的问题 那么显然这个 二元一丝不等式组 它不单单可以用来表示区 我们还可以来求解 一些更加复杂的问题 就是我们这方的 线性规划问题 那么大家现在对于这个东西呢 应该是不陌生了 对吧 它就是一个什么 它就是一个我们的 二元一丝不等式组 如果你要画区域的话 就可以很快地把它画出来 比如说我们可以来快速地画一下 x大点0 y大点0 保证我们这方是第一向线 对吧 那么3y小1等于12 和4x小1等于16呢 4x小1等于16 会等于x小1等于4 那么3y小1等于12呢 会得到y小1等于4 所以如果要去把这四个画出来的话 注意这四个 这四个画出来的话 就是我们这一个正方形 这是4 这也是4 这个点呢是44 对吧 那么x加2y小1等于8 那么这个会在哪 它会通过我们的80这个点 还会通过我们的04这个点 对吧 所以在这 这04 那么就是这样的 这是80 那么这个点做法呢 也可以算一下 就是你把这个地方x等于4 往里面带 会到什么 这个点做法是42 那么你再去验算一下 就是我们这方的00呢 对啊 00是在这个区域里面的 所以呢 最后这个区域在这 就是我们这个不等式组 表示区呢 就这个阴影部分面积 那么这地方什么是 轻易规划问题呢 就是我们可能会遇到 求这种的最值 最值或者说是最 或者是曲子范围问题 就从你们想 科学生不止一次的 跟大家讲过 就是我们在高中阶段呢 一般来说 大多的情况下 这个两个次变量 对 两个次变量的这种 最大值最小值 或者曲子范围的问题 是没法做的 对吧 我们只是非常熟悉 这种一个次变量的 最值问题求解 那么在我们 性贵围解问题这一块呢 是我们高中 会遇到 两个次变量的 求解的 唯一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高中阶段 你发现 某个题目 最后无论你怎么化解呢 一定是一个 两个次变量的什么 这个最值求解 那么基本上 它就是一个什么 它就是一个 线性规划问题 OK 当然之所以叫 线性规划呢 是把这个地方 在于什么 RX加3Y等于Z 这是一个线性的方程 对吧 这是只是一次的 没有平方向 也没有三次方 也没有这个地方的什么 反比例 也没有我们地方的根号 对吧 这是个一次的 我们把它叫做什么 叫做线性问题 那么什么叫线性规划问题呢 就是 我们这方的XY呢 是满足这个条件的 OK 那我们知道 满足这个区 这个不等是组的XY 我们都可以看做什么 看做一个这样的 有序实陆队 那么每个有序实陆队呢 都会对应到 这方面一个点坐标 对吧 那么我们当要去求 这个Z等于RX加Y 三位最大值呢 那么其实就会变成 你把这个区里面的 点的横重坐标 往这个Z等于RX加三位里面带路 那么看一下什么时候呢 它会是最大的 对吧 那么所以你就会发现 我们这个Z的取值应该有很多 对不对 比如说你把00往里面带呢 它会得到什么 会得到0 你把这个42往里面带呢 会得到2乘4 然后加上3乘2 对吧 2乘4加3乘2就是一个什么 8加6就是14 你把04往里面带呢 是2乘0加3乘4就是12 所以它会有很多的取值 那么什么时候最大呢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用什么 从几何角度来考虑 Z等于RX加3Y 我们这方化成直线方程 就是Y的3Y等于什么 3Y等于4X 然后加上3分之4 加上Z 把3除外就是Y等于4 3分之2X加上3分之Z 那么这个地方是看这条直线的话 它的斜率是小于0的 K小于0 K小于0 那么这个直线是倾斜向下的 对吧 就是这样一个直线 对吧 倾斜向下的 那么这样一个直线的话 这个地方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要去比较这个地方的直线 就是它 和我们这个地方 因为你想 我们这个每一个R元一丝不等式组 都是一个什么 都是一个直线 对吧 你需要比较这个直线和这里面直线的 斜率的大有关系 那比较斜率大有关系 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在于就是 看一下它们到底倾斜程度如何 所以 倾斜程度如何 比如说 我们这方的斜率呢 是4三分之2 是吧 那么这个直线X加2Y减8等于0 那么改写就是Y等于个负2分之1X 然后加上4 这个直线的斜率是负2分之1 那么斜率负3分之2很显然比我们的斜率负2分之1呢 要更加的陡峭一点 对吧 也就是说 这个直线是这样的 那么你这个直线一定怎么 一定要化成这样 那就比它陡峭 对不对 OK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做呢 你想 要求Z的最大值 对吧 那么你要考虑这个地方 我们Z和这个直线的重结距是什么关系 对啊 我们这个直线是Y等于负3分之X加上3分之Z 它的重结距是3分之Z 那么我们要求Z的大值 那么会变成什么呢 由于这个重结距是3分之Z 就是Z的前面系数是3分之1是个正的 所以重结距越大 Z越大 对吧 重结距越大 Z越大 所以呢我们的地方 当Z变化的时候呢 你可以理解为什么 当Z变化的时候 可以理解为这个直线在这样去平行的移动 对吧 斜律保持不变 直线在平移 对吧 往这边平移或者往这边平移 那么平移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经过什么 这个区里面的点 对吧 因为每个点都会带你去得到一个Z的值 那么什么时候会使得这个直线通过这个区的点 并且这个重结距是最大的呢 什么时候 跑哪去了 是不是就跑什么 跑42这个点 对吧 就是当这个直线平移到42的时候呢 这个直线通过这个区的点 并且重结距是最大 对吧 如果你画成这样 04 你会发现怎么样 它虽然说也会通这个区的点 但它不是重结距最大 因为你往上平移的话 这个地方它还会重结距变大 你也不能画出去 画出去的话 虽然说这个重结距会变大 但是这个直线和这个 什么 逆区就没有任何的焦点了 对吧 也就是说你解出来的这个最大值所对应来之外 它不是满足这个不断式的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条题目就是呢 你把4号往里面带是不是就可以了 就是会得到14 对不对 而且我们刚才强调了 就是你这个直线的陡峭要画得非常的清晰 是吧 因为为什么呢 比如说如果你这条题稍微的不注意 你把这条直线画成这样的 再画平缓一点 画成这样的 也就是说这条直线会比这个要缓一点 你会发现呢 你会发现往上平移的话 会在哪里取到最大呢 会在这取到最大值 就一旦说你把这条直线画得平缓一点 往上平移呢 会在这个04取到最大值 不是什么 不是在这个42取到最大值 对吧 所以这个会非常的有问题 对吧 OK 所以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这一块 性化问题就是要去什么 去做这个平移来进行计算 OK 好的 那么我们来看后面一些题目 就是这个 以至XY满足不等式组式 X加Y小于5大于3 然后X减Y呢 小于1大于负1 那么要求3X加Y的取的范围 那么首先画出这个地方的区域 对吧 X加Y小于5大于3的话 那么其实你可以理解为是什么 它是会夹在我们这两条直线之间的 就类似于我们X小于1大于负1 它会夹在负1和1之间 对吧 那么X加Y小于5大于3呢 也是夹在两条直线之间 对不对 那么X减Y小于1大于负1呢 它怎么 它同样也是夹在两条直线之间 所以最后呢会得到是这样一个区域 对吧 是这样一个区域 OK 那么现在要求的是Z等于3X加Y的什么 取的范围 这个地方要求的是取的范围 所以你要得到的不单什么 我们的重点 最大值还要得到我们最小值 对吧 那么你把这个直线改写一下 就会变成Y等于-3X加Z 那么改写完以后 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地方 首先直线的协议是-3 直线协议-3的话是一个倾斜向下的 对吧 但是还是要注意和我们这个本身 倾斜向下的直线去比较它的倾斜度 这个直线是协议为-1的 显然-3怎么办 要比它更陡峭一点 对吧 所以把这个直线去做平移 然后关注到我们这个地方的重结距 就是我们要求的Z 所以呢就是重结距越大 Z呢就越大 对吧 重结距越小呢 Z就越小 所以这地方最大值是什么是吧 最大值你就是把这个直线去平移 然后通过这个区域里面的点 什么时候会是重结距越最大呢 你会发现怎么 跑这来了 这个点 是不是重结距越最大 什么对角呢 对吧 在这 对吧 所以你就是要通过连立直线方程 得到这个点和这个点坐标 那么就会得到这个地方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OK吧 好 我们看后面 这个地方 就是大家可能会感觉说 老师 这道题和前面题目不是一样的吗 那么你有没有注意一些 就是细微的差别 这道题和前面题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前面这个地方是说 XY满足不等是主 然后对XY没有任何的要求 对吧 这地方有要求了 什么 XY都是Z 那么这种要求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我们不妨给大家看一看 首先可以画出这个什么 A 区域 是吧 首先下面这个呢 非常简单 XY都大一等0 所以表示第一项线 那么2X加2Y减5大0的话 会是什么 通过50和0二分钟 曲线 OK 曲线 然后2X加2Y减7 会怎么 会通过2分之7 0和07 还是曲线 对吧 然后你再判断一下 就是我们这方 X加2Y减5大0呢 应该是在这条直线的右上方 那么2X加2Y减7大0呢 应该是在这条直线的这边 然后再结合 X大1等0 Y大1等0 那么应该怎么 应该就是我们这个区域 对吧 这个区 好 那么它要求 Z等于3X加4Y的最小值 那么你把这个直线改写一下 就是Y等于-4分之3X 然后加上4分之Z 对吧 那么这条直线的斜率呢 是-4分之3 我们本身这个里面两个直线 一个斜率是4分D 一个斜率是-2 那么这个地方-4分之3 刚好卡在-2到-2分之3之间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去画图的话 应该是这个直线 是吧 会是在这样的直线之间 也就是说 是吧 会是这样 对不对 然后去做平移的话 就是往这边平移 对吧 会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比它要抖 比它要什么 缓一点 好 要求它的最小值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的Z 和这个重结区呢 之间也同样是个正比的关系 对吧 就重结区越大 那么Z越大 重结越小呢 Z就越小 那么要求最小值 就意味着这个地方的 重结区要最小 对不对 那么重结区要最小的话 大家可能直观的感受会是什么 会是A 通过这个点 对吧 这个地方有交点的时候 是最小的 那我们可以来算一下 这个交点足标 就是X加Y 等于5 然后RX加Y呢 等于7 对吧 那比如说它Double一下 它是R 它是4 然后它呢 是10 它减它 会是3Y等于3 所以呢 Y等于1 那么Y等于1 往里面带会得到X等于3 所以这个点足标是 3E 对吧 所以它很有感觉 老师这个3E单一区不就可以了吗 3E往里面带是3乘3加4乘1 就是9加4是13 你发现 没有选项 没有选项 幸好这套题目出台是比较善良的 如果这套题目增加一个选项13 我相信会有很多同学把这方给算错 问题在哪 问题在于我们这个地方是虚线 虚线意味着这个点是取不到的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 最小值 所以它还要求XY属于Z 还要求XY属于Z的话 你肯定要寻找的是 离这个3E最近的点 它的横重足标都是整数 对吧 而且还要在这个区域里面 所以你要怎么 你要么往右边找 要么往上面找 你就不可能往左边和往下面找 对吧 往左边往下面都不在区域里面 好 所以这个点足够是3E的话 往右边找呢 就是什么 就是3E 往上面找呢 就是4E 对吧 就这两个点是可能的最小值点 对吧 其他的点都肯定比它们要大 那么所以地方你只需要把3E和4E往里面再度计算 看一下哪个复合 比如说4E往里面带呢 就是什么 3乘4加4乘1就是16 对吧 3E往里面带呢 3乘3加4乘2就是17 OK 这个地方呢 显然是选B 对吧 16是最小的 而且这个地方大家需要注意啊 就是XY属于Z的话 就是你不可能说选这里面的点 对吧 XY不是整数 那么这个地方就和我们题目条件呢 是不符合的 对吧 好的 那么咱们这节课呢 讲到这个地方 那么大家可以再好好地回忆一下 就是好好地复习巩固一下我们这个地方 二元一次不准是组它的相关内容 那么现在可能对大家来说比较重要的就是 首先划区域 其次呢 我们简单的线性规划问题啊 一定要会做 我们会在后面提高部分的课程 给大家讲解一些复杂的线性规划问题 好的 我们下节课再见 感谢观看